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好了那接下来呢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今天我们的五位评委 王慧老师 范君老师 王熙玲老师 周伟老师 王全真老师 那今天的节目在进入复赛以后的 黎元春风到期层 我们本场的五位参赛选手和我们的艺术家明星类主一起来到了红色革命老区光山县 宋戏下乡文化扶贫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我们先来通过一段VCR到现场去看一看 中国玉剧百团争霸 复赛第三场参赛选手朱旭光 杨立明 张亚哥 李向峰 范盛南 携手众多艺术家和明星类主南下大别山 走进黎元春风到期层活动的第三站 红色革命老区光山县 在短短的两天时间里 全体演制员兵分五路马不停蹄 在县文化中心 文书乡方袜村 淮殿乡燕岗村 花山寨红二十五军长征决策地 王大湾纪念馆 手拉手希望小学 羽绒服装产业园进行了多场慰问演出 让黎元春风吹进基层 真正把好戏送到观众的家门口 所到之处 受到老区人民的热烈欢迎 送戏下乡文化扶贫的光荣使命 让每一位青年演员 以饱满的热情对待每一场演出 每一位观众 相信这次光山之行 会在他们的艺术之路上 留下美好而难忘的回忆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复赛第三场的比赛 马上开始 让我们通过短片 这是今晚出场的第一位选手 大家好 英南 今天我的任务是带领大家去一个 特别美丽的地方 我们的地方称信仰的火山 火山 看我的朋友们 都已经等不及要出发了 哟 宝哥 咱出发吧 好 出发 燕港村位于光山县的西南部 听说我们要来慰问演出 当地的乡亲们 一早就把舞台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就是提炼食用油的油茶果 像这样的产业在当地有上万亩 在收获的时间 这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花果山 宝哥乐是燕港村的另一特色 他们自己丰衣足食的同时 也为很多贫困户提供了就业机会 今天我们就把戏曲带到了他们的面前 我经常在两层下层都起的很少很少 三层非常困难 宝哥在我的面前 我非常高兴 把戏唱到他家门口 能换他一个笑容 我们今天就来迟了 金寒鸟 我心中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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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业余 但是表达的心情很骄傲 我觉得王熙玲老师笑得特别的欣慰 为什么呢 因为小的时候 范盛南曾经是王熙玲艺术学校的学生 老师是最了解学生的 所以王老师 您的点评一定是最中肯的 我们先听听王老师的点评 你想到这个圣诞毕业以后 他该担久 跟着长包莹老师学习 现在是垂派的优秀继承认 他很会勇气 很会掌握这个情终欢介 他的任务情绪 特别是到最后极庆的时候 能够放出来 所以他这一段唱的 是既有孰庆 又有真庆 又有极庆 看到你有唱剧的进步 有今天这样水平的发挥 我感到非常欣慰 非常欣慰 我希望范盛老师来一点垂派的唱办 给我们的学长做个示范 咋样 这不仅是你学生啊 他姓范 我姓范 这山范家振油菜的泥啊 咋弄我得拉拉票 但是我拉拉票 我也得拉上望回姐姐 不仅有垂派来套话案 咱唱派也有套话案 但是广咱俩不中啊 广有斗士 还得招个小倒鼓吧 我看这个馒头拜法的小倒鼓不错 你要演这个小倒鼓啊 你能演出小妖精的味儿 笑到我来地茶的心声 你是谁 我 我 我 你们说我心声有水 我 掌摁参幅 像脚的 莫非就是此人 我这手短装 你喝不喝 我这杯茶 我思念飞 烟 你真是怎么说呀 你真是怎么说呀 你真是 环雕的初见 看着葛怀一心 你拿来吧 你拿来吧 哎呀 这半天喝吧 你取的你看看 这个都是你站旁边谢谢 我来对付这个小姚静 哎 音乐 请识唱 小岛过来的唱 他的心声不安 这都接一句 烟的炊 痛不太没有汗唇 秀才山 若他说是哪 就准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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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向弓啊 啊 啊 乡想弱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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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就是私人 手短刀只肥肠私因 回音 你都够啰嗦你非不非 那就是看大家给打高分的啊 朋友们 谁打高分 我听谁合唱啊 好了 接下来呢 请现场的500位大众评审做好准备 我们要为范盛楠投票了 支持范盛楠的观众 请打分 加油 加油 现场观众为范盛楠打了384分 接下来让我们通过短片 位置下一个出场的选手 80万金镇角头 只能闪入牌虎之堂 只有 任务卡 到文殊乡方瓦村 慰问当地村民 这好 出发 我们的演出小分队立刻起开启发 方瓦村的地貌 以秋陵山地为主 当地为了早日脱皮 家家户户都憋足了干劲 温温演出开始 艺术家和明星类主们 拿出了看家本 现场的村民 朋友们听着特别的开心 下来来我们的反应 起发起发 我们经常看你 乱真起发 我的节目表演完后 了解到有不少村民 为了怕耽误民活 没有时间来看演出 我就想干脆 把戏送到他们的身边 给老百姓唱戏 让老百姓开心 才是对我们演员 最好的奖励 你还用喝汤鹅王 台女荣鹅兵 上 背质身为八十万锦券角头 怎能闪入百户街堂 真一背质在长街之上 够得暴倒一口 吹毛断发 消贴如泥 正在心息之际 陆迁奉台狱之命 穿翻杯子 带到政府 与台狱观看 陆迁之言 我是贞得不信 台狱之命 我是严敢不顿 因此 带到政府 不向他 引来 进去 建案引入百户街堂 台狱到来 不容分辨 到杯子 迟到行刺 就要斩首 台狱要斩杯子的人证 就是因案前来的路程 要斩杯子的无证 无非是台狱要看的报道 如今 杯子人证成了 台狱人证 杯子无证成了 台狱无证 我所难 浑身试口 也难别命此缘 真真真 岂不是冤 云丹 陈 海 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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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不得 哇 哇 什么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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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角头 我看你也还是着了吧 呸 我还气不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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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先为我们戏剧演员 这一份敬业精神 和台上的这一份苦功的展现 我们先把热烈掌声 先送给他好不好 台下十年功 他是台上就这一分钟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360的大僵尸 这个我们小杨一定是在台下 可以说是练了成百上千次 才会这样 对不对 摔晕了好几次 摔晕了好几次 我自己在排练厅都不敢练 我怕 因为我自己在排练厅 我怕真是摔过去了 没人知道 所以我就拉了同学 我说你一定要看我这个练怎么练 我这个范儿对不对 然后你在那甩 然后通讯员纳手机120准备 对吧 就是时刻120准备 真的 所以戏曲员在舞台上这一份绝活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要用血 甚至我们可能真的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练 那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在这个舞台上 把人物更完美地展现 戏曲的问无销声啊 太难得了 优的是有审商没丧子 优的是有丧子没审商 杨丽明问无劝财 确实吧 戏曲的汉话说 这个前景倒败死两场 所以这个一个演员 能把一段败倒好 那确实比唱都难 王熙玲老师也有一出戏 跟这个戏的感觉特别像 金殿抗昏 金殿抗昏 里面也有一段念白 痛斥皇帝 那我觉得咱们这样 咱们现场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玉剧表演艺术家 王熙玲老师走上我们这舞台 把这段金殿抗昏的念白 给大家念一段好不好 万岁荣阿斌 万岁荣阿斌 权荣阿斑 权荣涓 去从生命运混 送红旧承料 跑去早康的望 永飞离之徒 况趁时间是被逐出进城 什么aturメ 万岁志强信 此混是哪有不大 此事若穿揚出去 天下臣民 必将层层笑诱 一路纷纷唱颜道 闪亮不正下领 真是宝刀不老啊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准备好 请投票 好了 那么杨丽铭 现场的支持率是398票 来 我们的范盛楠是384票 我们的杨丽铭是398票 好的 再一次恭喜杨丽铭 现在目前领先 接下来让我们 通过短片 认识下一位出场的选手 到文殊乡花山寨村 慰问当地群众 没问题 明天一早准时出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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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山县的花山村 是一个著名的革命老区 老区群众的热情感染了我 我也赶紧换上服装 为老区群众献上一曲 红色娘子军 1934年 红25军在这里召开了 花山寨会议 踏上了伟大 是一位 的 一位 的 一位 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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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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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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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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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欢迎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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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